从没见过这么离奇的死法 水产店的老板就被店里的鱼缸给活活砸死了 被人发现的时候 只见他浑身扎满了碎玻璃 血也流了满地 现场那叫一个惨不忍睹 经调查 死者名叫陈林复 警方初步看查后发现 砸死陈林复的 是他放置在架子顶部的鱼缸 而根据事实的情况来看 陈林复的死亡时间 大概是在凌晨两点左右 而从现场鱼缸的玻璃碎片 以及满地的水渍不难看出 砸死陈林复的这个鱼缸不是一般的大 可正常来说 连钢带水这么重的东西砸下来 陈林复不可能没有时间躲避啊 而最令警方感到奇怪的是 陈林复是趴在地板上的 假设他是在搬动鱼缸时 不慎滑倒被砸中 那他的致命伤也应该是正面 而不是背面啊 警员也对现场进行了仔细的勘查 可奇怪的是 现场除了陈林复本人的指纹 并没有发现第二人的痕迹 就连砸死他的鱼缸 也都是干干净净的 按理来说 水产店怎么能没有第二个人的指纹呢 而且据当时发现尸体的火器常说 他到店里的时候 发现门在外面被锁上了 这点就更奇怪了 陈林复究竟是怎么把自己锁在店里的呢 而且他又为什么要去搬那么沉的浴缸呢 这一切的一切都印证着 陈林复的死肯定没有这么简单 南警阿文分析 水产店应该并不是他的第一遇害现场 又或者砸死陈林复的 根本就不是浴缸 他是在死后被人伪造成自杀的 而经调查陈林复的人际关系后发现 他是个不折不扣的赌徒 近两年还在外面欠了不少的债 难不成是凶手追债不成泄愤杀人 但阿文也在现场进行了仔细的勘察 现场少说有几千块 凶手也没有拿走 不像是因权杀人 就在此时 阿文在桌子上发现了一个空调遥控器 上面的温度显示是30度炙热 他瞬间感觉不太对劲 卖海鲜的 怎么可能会把空调温度调这么高呢 阿文立马上去查看 却发现空调下的架子有被浸泡过的痕迹 这也足以证明陈林复的死不是意外 随后阿文说出了自己的推断 案发当天 凶手先进入了水产店里 偷偷从背后袭击了陈林复 陈林复昏迷之后 他将鱼缸抬到架子顶部 又拿出准备好的冰块 放在鱼缸底部 测量好位置后 他打开空调调到了30度 还设置了定时关机 最后抹去一切痕迹离开了现场 而他走后 架子上的冰块因为空调的温度慢慢融化 最终鱼缸失去平衡 砸到了陈林复的身上 看起来这一切就像是一场意外 可是凶手万万没想到的是 在冰块融化的过程中 这些水也进入到了木架里 可小雪却有些质疑 光凭木架里的水渍 并不能证明上面放这块冰块 阿文却胸有成竹 要想知道他判断的对不对 调查一下昨晚店里的用电记录 就能知真假了 赶快警员就有了结果 平常店里的用电量 基本在10度左右 但在昨天凌晨 店里的用电量 足足有30多度 翻了一倍还多 这就证明阿文的分析没有错 陈林复的死绝对不是意外 阿文立马命人 准备调查陈林复的社会关系 与此同时 阿文还在地上的垃圾中 看到了一张写了字的扑克牌 这会是凶手留下的吗 而警局内 技术人员也有了新的发现 一般来说 海鲜市场上的商家为了保鲜 都会用海水 冲对一定比例的冰水 来模拟原生环境 他们检验后发现 这当中盐的浓度 一般是在2.5%左右 但从陈林复遇害现场 带回来的液体样本来看 盐的浓度不到0.8% 这就证明 那缸水并不是用来存放海鲜的 肯定是凶手及时接的 而警员也对案发现场 发现了那张卡片 进行了调查 不料却在陈林复遇害新闻的评论里 发现一个匿名的网友 留下的评论 这句话 跟他们在现场发现的一模一样 而小雪也在网站内 对这个留言的ID 进行了深度调查 却发现在网站上 这个ID只活跃过两次 一次是这回陈林复遇害的案子 另一次则是几年前的一起凶杀案 当时的死者名叫林阳 他是南警阿文的养父 几年前被发现死在自己的家中 警方当时调查后发现 是有人将毒药 灌进了林阳常用的钢笔中 林阳习惯在钢笔不出水时 用舌头疏通 就这样林阳被毒死了 按理来说 能知道林阳有这个习惯的 应该是跟他比较相熟的人 可当时警方查了很久 都没有找到凶手的任何线索 难不成杀害陈林复跟林阳的凶手 会是同一个人吗 一听这个 阿文也加紧了对本案的调查 小雪回想起案发现场留下的那两行字 万恶有终 天将审判 也就是说 死者一定是先做过恶事 才会被凶手盯上 而凶手自称在替天行道 那他应该是想要把受害人的恶 公之以众 既然如此 那为什么要把线索藏得这么深 直接把林复做过的坏事发到网上 不是更大快人心吗 凶手这么做的目的 又究竟是什么呢 就在此时 调查陈林复的警员 有了重大发现 陈林复在遇害前的两个月内 还剩了一笔200万的赌博欠款 一般来说 像陈林复这样的水产店 一个月也就能挣个四五万左右 一年冲击量到手 也就七八十万 那这多余的钱 又是怎么来的呢 目前来看 这些钱 有可能就是破案的关键 小雪立马命人前去银行 调取了陈林复 过去一年的银行流水 从去年二月到今年 陈林复平均每个月 能收到六万多的货款 刨去成本 平均下来 一年的利润 也不会超过一百万 这跟阿文计算的相差无几 而就在此时 小雪却发现 在过去一年的时间里 有一个陌生账户 每个月不定期 会给陈林复汇款 从十万到二十万不等 而最后一笔钱 汇入的时间 则是在陈林复遇害的前三天 这个汇款的人 会是凶手吗 警方立马对这个银行账户 进行深入调查 趁这个时间 阿文跟小雪 也再次对案件的线索 进行了分析 如果警方的思路是对的 陈林复的死 跟那笔钱有关 那么凶手在现场 留下的那张卡片 似乎是想要告诉警方 他的恶 原则烂毒 此时阿文突然想起 凶手在林阳的新闻下 也留过同样的评论 那是不是就意味着 林阳的家中也有一张 没有被警方找到的卡片 或许找到这张卡片 也就知道林阳的遇害原因了 想到这儿 阿文跟小雪 就对林阳遇害的现场 进行了仔细的检查 果不其然 阿文在一本资料中 发现了相同的卡片 现在也可以断定 杀害林阳跟陈林复的 确实是同一个凶手 而就在此时 警员也调查到 每个月给陈林复 汇款的那个账户 竟然是挂在 横昌渔业名下的 经调查 横昌渔业的董事长 名叫王大龙 也是靠卖水产起家的 最关键的是 这个王大龙 还是第一名遇害者林阳的朋友 两名死者都跟王大龙有关 难不成两人 都是被王大龙杀害的 根据调查后得知 王大龙的横昌渔业 近半年来 一直拖欠 周围渔民的货款 饥饿也有差不多四五十万 这点钱他都拿不出来 怎么偏偏每个月 都按时给陈林复会钱呢 这其中肯定有什么 不为人知的秘密 目前来说 只要警方传讯王大龙 就肯定能问出东西来 四日一早 阿文就准备带人 前往横昌渔业 可刚走到警局门口 警员就带来了坏消息 王大龙死了 他的尸体在海边被人发现 尸体旁还散落着 几个喝光的啤酒瓶 现场被破坏得很厉害 根据尸体的僵硬程度 还有试斑来看 王大龙的死亡时间 不超过15个小时 初步判断是中毒渗亡 具体是什么毒 回到警局检测后才能知道 而在现场发现的所有酒瓶上 也只有王大龙一个人的指纹 但令人不寒而栗的是 法医还在王大龙的钱包里 发现了一张写了字的卡片 而卡片上的字 跟陈林傅遇害现场发现的字一模一样 就在此时 远处一个男人 炸炸呼呼的就要闯进沙滩 警方立马将来带回了警局 男人的名字叫王兴 他是王大龙的养子 王兴情绪十分的稳定 就只是询问警方 自己何时能将父亲带回家 他的神情令警方众人有些意外 他的父亲死了 他倒是一点也不伤心啊 面对警方的质问 王兴十分坦白 别看他们家大业大的 可公司资金亏空严重 资金链也早就断了 父亲能熬到现在也是不容易了 至于公司账户上的钱 他也确实不知道被转到了哪里 所有警员将王大龙口袋里发现的卡片 递到了王兴的面前 可王兴却称自己根本没有见过 看他也提供不了什么有用的线索 便先将他放了回去 而看着王兴的背影 阿文也回想起了养父林阳 那是林阳 是大学生物医学工程专业的一个助教 当时他跟另外三名同学 郑友利 陈宇 还有一个王大龙 共同研发了一款原型的药物 是专门针对开发技艺力的 当时他的父亲张国诚 听说了研发新药的事情后 就觉得这是个商机 于是就将全部的身价都投了进去 但一般来说 药品想要上市 都要有一套完整的审批流程 没有十几年的周期 哪能轻易地下来 当时父亲张国诚也耗不起 于是就做了一个冒险的决定 那就是拿阿文试药 林阳得知这事之后 就向药监局写了举报信 从此以后 他们的团队就起了分歧 那天 几人在实验室里又吵了起来 在争吵的过程中 不知道是谁打翻了酒精灯 研发了实验室的大货 郑友力 陈宇 还有他父亲张国诚 都被活活烧死了 而从那之后 林阳就收养了他 而王大龙则收养了王兴 想到这儿 阿文突然明白过来 王大龙死了之后 当年跟那件事有关的人 就全都死了 这中间肯定还有些 不为人知的秘密 而法医检查王大龙尸体后发现 他身上无明显外伤 酒瓶上的掌纹 跟他的掌纹也一致 但在其中一个酒瓶里 检测出了氢化物的残留 这也就可以证明 王大龙是被谋杀的 之后凶手还故意 清理了犯罪现场 刻意伪造了王大龙自杀的假象 他这么做的目的 就是想让警方认定 王大龙就是杀害陈林复 以及林响的凶手 从这点也可以判断出 凶手肯定是跟王大龙认识的 为了了解更多的线索 此日一早 阿文就带着小雪 拜访了王兴 面对两人的拜访 刚开始王兴还是挺配合的 直到听说警方觉得 他父亲王大龙不是自杀的 王兴脸上的表情 有些变幻莫测 思考片刻后 王兴也很坦白 父亲王大龙很少得罪什么人 要说会对他下狠手的 也就只有那帮药账的渔民了 而阿文也试探性地询问王兴 他父亲王大龙 遇害那晚他的踪迹 王兴似笑非笑地称 当晚自己在公司加班呢 一直到第二天的早上 接到警方的电话后 才赶到海边 公司的门卫大爷 可以为自己作证 阿文听后也没有多说什么 就是像王兴索要了 近期跟他们要账 所有的渔民名单 目前来看 这个王兴极有可能 是知道些什么 他会是杀害几人的凶手吗 因为据警方调查 王大龙虽然领养了王兴 但一不顺心就会暴打王兴 难不成是他杀害了王大龙 但目前也只是怀疑而已 随后 阿文又回到了案发现场 再次对本案的所有线索 都进行了梳理 王兴称 他当晚在公司加班 如果他没有说谎的话 那他应该就没有换过衣服 当警方将他带回警局时 他还是穿着那身衣服 而如果他是凶手的话 他肯定在海滩上待过 那么他的身上 鞋底 甚至车里 都会沾到大量的沙子 还记得当时王兴赶到沙滩时 被警员拦在了海梯上 当时他根本就没有踏上沙滩 所以 只要找到王兴身上掉落的沙子 就能证明前一晚 王兴去过沙滩 阿文用尽全力 飞奔回警局 果然 他在会客室 王兴坐过的凳子上 发现了大量沙子的残留 这也是王兴去过沙滩的确凿证据 随后 警方立马准备逮捕王兴 可令人没想到的是 王兴持枪拒捕 被警方当场击毙 而小雪被冷枪袭击 也就被送往医院进行抢救 警方正在全力查找 对小雪开枪的人 这也就说明 除了王兴 还有一个一直藏在暗处的凶手 警方现在要做的 就是找出这个人 而南警也对林阳遇害一案 重新进行了调查 还发现了一张 他们当时在实验室的合影 照片上无一人存活 他们又该去哪里找新的线索呢 看着这张照片 阿文瞬间想起了什么 他们只调查了照片里的人 可拍照的这个人 却被他们忽略了 拍照的男人 名字叫罗红 是阿文生父 张国城的秘书 当年火灾发生时 他也在现场 后来被烧成重伤 住进了医院 此时王兴的电话 突然响了起来 是罗公打来的 他约阿文去张国城的墓地见面 此日一早 阿文就如愿来到了墓地 罗红也暗时出现了 阿文质问罗红 为什么要杀害王大龙跟林阳 面对阿文的质问 罗红愤愤的称 两人该死 其实当年实验室的那场大火 是王大龙引起的 王大龙酗酒之后 跑到实验室大闹 又不小心碰到了酒精灯 最终导致实验室起了大火 而他也在大火中被意外烧伤 他醒过来的时候 已经是两个月以后的事了 警方告诉他 那几大火被定性为意外 这就证明所有人都白死了 他为了救人 全身被烧伤了一大半 他也只能认命 可让他没想到的是 后来竟听说 是林阳跟王大龙合伙骗警察 火灾是意外 还道貌黯然地称 是为了张国成跟成玉的遗孤 他觉得两人非常的自私 于是从那时候开始 他就一直计划着要杀了两人 直到半年前 他一次偶然的机会 在林阳的钢皮里下了毒 林阳用那张嘴撒谎 他就让林阳死在那张嘴上 而他一直忍到现在 也是为了能顺利地解决王大龙 王大龙生意做大之后 整天前呼后拥的 他根本无法接近 不过幸好有王兴 他将真相告诉给王兴之后 王兴也参与到了复仇计划中 而王大龙也正是王兴亲手杀害的 仇也报了 罗红也没有什么心愿了 他拖着这副残破的身体 也没有什么意义 所以才主动选择了自首 案件到此真相大白 罗红的一辈子都活在恨意当中 可以说 他是在拿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 最后不仅害了别人 也害了自己 真是可悲 一名下夜班的年轻女孩 在凌晨回家的路上 被残忍杀害 不仅如此 凶手将死者杀害之后 还将死者的尸体 扔到了下水道 被人发现时 尸体已经发臭 身上还伤痕累累的 这已经是本市发生的 第二起虐杀案件了 一时之间 全程人心惶惶 就在警方全力调查凶手之际 居民在一处废弃的印刷厂里 竟再次发现了一具女尸 死者依旧是全身赤裸 浑身都是伤口 看起来也是被虐杀的 看来这三起案件的凶手 是同一个人 警方立马将案件并案调查 刑警张耀 火挫赶着现场勘察 这个印刷厂是监控盲区 前两天又下了雨 现场没有发现任何有用的线索 但从近期发生的 这几起案件来看 这应该是一级 针对年轻女性的 连换凶杀案件 现场没有发现凶手的任何痕迹 目前也只能先从几名死者的身上 寻找突破口 三名受害者虽死因不相同 但他们死前都曾被残忍虐待过 而且几人的身上 都检测出了同一种伤痕 类似于医用手术刀划伤的痕迹 技术人员检测后发现 这把手术刀 在距离刀尖一厘米的地方 有一个很小的缺口 这把手术刀极有可能 就是警方找出凶手的关键线索 随后张耀很快就找到了最后一名死者 白京的合租室友李莉进行询问 据李莉所说 白京就是个跳舞的网络主播而已 哪里会得罪什么人呢 但李莉突然想起来 她听说白京有个男朋友 名字叫刘烨 好像是个不太出名的画家 得到这个线索之后 张耀很快就来到了 刘烨所住的公寓了解情况 殊不知 林多也得到消息赶了过来 张耀进屋的时候 林多已经将刘烨给制服了 刘烨公寓的墙上 贴的密密麻麻竟全都是女人的画像 甚至已经遇害三名死者的画像 也在墙上安安静静的贴着 正当警方想要将这些话 带走调查的时候 刘烨还有些不情愿 直到看到警方递过来的 三名女死者的死亡证明 刘烨直接被吓呆了 而警方也简单调查了公寓的情况 却发现公寓里的监控 已经停留三个月了 据物业所说 每次换了新的监控 不到一天就会烧了 还根本就查不到原因 几天换一次监控 他们根本承受不了 后来干脆就不换了 这就起了坏了 监控怎么会莫名其妙坏了呢 这其中肯定有鬼 就在众人疑惑之时 张耀发现 刘烨所在的公寓楼下面 有一处废弃不用的地下室 他感到奇怪 就下去查看 可刚进地下室 就在门口 看到了少许的血迹 他立马打起了12万分的精神 走进了地下室神处 结果在里面 发现了更多的血迹 墙上 地面上 全都是已经干枯的血迹 这里仿佛就是死者遇害的第一现场 另一边 林朵正在勘察现场时 却被突然扔过来的假人吓到了 张耀察觉到不对劲 立马命人封锁了公寓的所有出入口 也在公寓内 进行了仔细的勘察 结果只是在一间女厕里 发现了一个正在上厕所的南保安 没有查到什么有用的线索 警方只能先对刘烨进行调查 经警方调查后发现 这个刘烨可以说就是个人渣 平均三天换一个女友 而遇害的三名死者 也都是他曾经的女友 可不管怎么问 刘烨都坚称自己没有杀人 为了证明他所说真假 警方也调取了三名死者遇害时 刘烨的行踪 却得知几名死者遇害前后 刘烨一直都在外地开花展 近两天才回到本市 他确实没有作案的时间 但就目前的线索来看 三名死者跟刘烨 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精壮男子一个月交往了30多个女朋友 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他的女友竟在一周之内 接连死了三个 难不成几人的死跟他有关 警方调查后发现 画家刘烨交往的女朋友 个个都非常漂亮 但却有一个特例 一个叫王莉莉的女孩 右脸上有一块非常明显的胎记 而她也是跟刘烨在一起 最长时间的女友 而警方调查后还发现 在王莉莉之后 刘烨的所有女友都被杀害了 而到目前为止 警方还没有发现王莉莉的尸体 那这几个受害者 会跟王莉莉有关吗 为了了解更多的情况 张耀再次找到了刘烨 可此时的刘烨 正在家里烧自己的画 可唯独将王莉莉的画像留了下来 刘烨称 王莉莉是她唯一用真心爱过的女人 三年前 那个时候 自己还在一所大学里当老师 也是在那个时候 认识了王莉莉 王莉莉的右边脸上 有一块胎记 虽然看起来很难看 但王莉莉却在绘画上 有着惊人的天赋 当时她跟王莉莉的性格 十分的契合 她也就没有在意那块胎记 可没想到的是 王莉莉竟去做了整容手术 不但没有整好 还变成了一道很恐怖的伤疤 她实在是难以接受 于是就选择了分手 从那之后 两人就再也没有联系过了 原来如此 这便没有得到什么有用的线索 此日一早 张耀就拿着王莉莉的照片 来到了王莉莉工作的单位调查 可据负责人所说 这个王莉莉性格非常的孤僻 在学校不爱说话 也没什么朋友 前几年因为跟别的女生 闹了点小矛盾 还割了自己的手腕 这是在学校里闹得沸沸扬扬的 他们也只能将王莉莉给开除了 从那之后 他们也没有王莉莉的消息了 而警方也找到了王莉莉的母亲 据她所说 一年前王莉莉离家之后 就没有再回来过 因为她也有了新的家庭 也就没再管过她了 查了这么几天 竟然半点王莉莉的消息都查不到 就在警方一筹莫展之际 林朵得到了消息 在刘烨居住曙光公寓楼的公厕里 竟发现了一把有残缺的手术刀 这跟警方当时分析的凶器十分一致 发现手术刀的是公寓的保安大壮 大壮称自己上完厕所 马桶就堵了 可谁知她在修马桶的过程中 却发现里面竟有一把刀 一听这个 张耀立马掉开了公寓新庄上的监控 却在监控里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冯春雷 当时调查三名死者的时候 就曾调查过她 她是一名整容医生 她给三名死者都做过整容手术 而警方深度调查后 竟发现 马桶里发现的这把刀 竟然就是冯春雷的 她还曾用这把手术刀 给王莉莉做个整形手术 但这把手术刀在几个月前 却突然丢了 得到这个线索之后 警方丝毫不敢耽搁 立马将冯春雷带回了警局 可冯春雷面对警方的审讯 却只动说心 问了一半天 任何有用的线索都没有问到 没办法 警方只能将那把手术刀的照片 直接扔到了她的面前 还询问她 为什么要将刀扔在马桶里 可冯春雷却称 这把手术刀早就丢了 为什么在马桶里 自己根本就不知道 真是由言不计 林朵直接将王莉莉的照片 扔到了冯春雷面前 冯春雷瞬间紧张起来 但还是狡辩称 并不认识照片上的女人 再加上自己的客户那么多 哪能每个都记得 真是个硬茬子 张耀也不再啰嗦 直接将手术刀 扔到了冯春雷的面前 目前所有的证据都指向她 她现在什么都不肯说 警方想不怀疑她都难 听到这儿 冯春雷自知是再也瞒不下去了 总算老老实实地交代了 这个王莉莉确实是她的客户 但整容这个事 原本就不可能 你想整成什么样 就能整成什么样的 而且自己的手 早就出现了点问题 有时候就会止不住的颤抖 手术刀也根本就握不住 但她是名医生 手不行了 不就相当于她这个人不行了吗 她瞒着所有人 给王莉莉做了手术 不幸的是 手术还是失败了 王莉莉不止一次地来医院找过她 要她解决脸上的疤痕 王莉莉情绪激动 还打翻了所有的医疗工具 那把手术刀 有可能就是那个时候丢的 而王莉莉自从那次之后 也没有再来找过自己 至于她为什么会出现在曙光公寓里 是因为在昨天早上的时候 一个匿名号码联系了她 对方竟然还知道自己手有问题 以此来向自己索要了一百万 否则就将此事公之于众 她一听这个 没有过多的考虑 就答应了对方 可当她来到约定的地点后 却没有看到任何人 其他的自己什么都没有做 并且一再地强调 自己根本没有杀人 警方调查后发现 几名死者遇害时 冯春雷确实也没有作案的时间 也就暂时排除了她的嫌疑 将她放回去之后 警方召开了紧急会议 如果冯春雷所说属实 那么根据目前的情况来看 凶手应该是想将几名死者的死 都栽赃在冯春雷的身上 但这次栽赃的手段 又明显有些拙劣 警员怀疑 凶手这样做的目的 好像是想将警方的视线 引到冯春雷的身上 想让警方调查她 这么来说的话 凶手肯定认识冯春雷 而且跟她有个矛盾 难不成是整容失败的王莉莉吗 那她为什么不直接杀了冯春雷 而是让警方调查她呢 就在众人疑惑之时 张耀接到消息 冯春雷的尸体被人发现 众人顿时心头一紧 飞速赶到现场 使头部遭受重击二死 这里也应该就是第一案发现场 尸体没有被挪动过的痕迹 张耀仔细查看现场的痕迹后推断 凶手应该是趁冯春雷 在路边方便的时候 从后面一板砖将她拍死的 加上冯春雷 这已经是第四起凶杀案了 警方赶快就调查到 在冯春雷遇害前 曾在曙光公寓的门口 跟刘烨有过重大冲突 得到消息后 警方立马来到了曙光公寓 询问保安后得知 刚才刘烨带着女友回家 在门口遇到了冯春雷 两拨人不知怎的就吵了起来 冯春雷喝的有点多 保安就将她赶走了 话音刚落 大壮就急匆匆的跑进了门 张耀看着她裤脚的灰 立马询问她刚才的踪迹 可大壮却称她在宿舍 那她裤脚的灰是哪来的 而且她的手上 也有轻微的擦伤 张耀瞬间对她产生了怀疑 直接将她带回了警局进行审讯 可面对张耀的询问 大壮却一个字都不肯说 直到听到王莉莉的名字时 大壮的情绪才稍稍有些波动 随后便很坦然地称 冯春雷确实是自己杀害的 还有那三名女死者 也是她亲手杀害的 怪刘烨 刘烨每次带回家一个女孩 第一件事就是去羞辱她 因为她说话有些结巴 刘烨就让自己 给那些女孩表演说话 而那些女孩的笑声 也让她无地自容 也就是因为这个事 她起了杀心 仅此而已 案件到这儿也该结束了 大壮是交代了 可张耀却觉得 大壮根本没理由杀冯春雷啊 而且她杀害冯春雷后 明明有足够的时间逃跑 又为什么要送上门 被他们抓呢 为了解开心底的疑惑 张耀跟林朵 来到了大壮租住的地方 进行查看 屋里已经被清理得差不多了 张耀在一个墓盒里 发现全都是 被揉成一团的废纸 她打开后发现 纸上竟全都是 一个诡异的图案 正在此时 房东大姐走了过来 大姐称 这大壮平常 跟对门的小姑娘 走得很近 别的她也不知道了 可当张耀过去的时候 却发现 这屋也是大胆租下的 可屋里早已被收拾得 干干净净净 没有什么小姑娘的影子了 张耀看着墙上的海报 总感觉有些不太对劲 撕下海报后 竟在墙上 也发现了 那个诡异的图案 调查后发现 这种图案 叫做莫比乌斯环 而张耀也有了 一个大胆的想法 其实每一个罪犯 对自己心里存在的问题 都有自己的认知 而当这些认知 被过度的关注 纠缠之后 现实和虚幻之间 就像嵌套起来 循环的莫比乌斯环 而就本案来看 大壮应该也不是 唯一的凶手 他的性格极端且固执 这也让他对自身问题的认知 都存在偏差 而且他的情绪也很偏激 就会更容易受到 别人的暗示和引诱 张耀推断 大壮身边 很有可能有这样的一个人 他以爱的名义 存在在大壮的身边 还给他最细致的关爱 潜移默化的 把莫比乌斯环的符号 和想让大壮做的事 产生了强关联 通过不断的刺激和强化 让大壮完全接受 并帮他完成杀人 那谁会是这个控制他的人呢 难不成会是王莉莉 有了这个大胆的想法之后 林朵立马洋装成 刘烨的新女友 没过几天 林朵的身后 便跟了一个黑衣人 果然 他就是警方 一直在找的王莉莉 坐在审讯室里的王莉莉 痛苦不已 他也坦白交代了一切 他爱刘烨 甚过爱自己 可让他没想到的是 他整容失败 刘烨竟直接抛弃了他 当时他原本想 结束掉自己生命的 不乐大壮阻止了他 而从那之后 为了给自己报仇 他就通过控制大壮 让他杀害了刘烨 后来交的所有的女朋友 还有可恶的冯春雷 至此案件高破 正义或许会迟到 但永远不会缺席 因为王莉莉的异己私欲 残害了那么多无辜的人 真是可恨 其实生命中有许多缺憾 我们要做的 就是学会接受 学会坦然 任何人 都不该给美好的人生 挂上恶魔的锁链 大多数人都知道 半夜不能随便上陌生男人的车 可这个女人却偏不 只见她搔手弄姿的 拦下了一辆轿车 不管三七二十一 就直接上了车 第二天一大早 环卫工人正在河道清理浴泥 却在河道里 发现了一个黑色的袋子 众人急忙将袋子给抬了出来 可刚抬上岸 一只白皙的手臂 就从袋子里掉了出来 袋子里竟装了一具 全身赤裸的女尸 而且最令人震惊的是 尸体上血肉模糊的 女人身上的皮 全都被剥掉了 这凶手也太残忍了一些 她到底跟死者之间 有什么深仇大恨 与此同时 警局接到一起报案 一个女人报警称 自己家的大门上 不知被谁 贴了一块三角形的人皮 人皮上还有一个 十分艳丽的蝴蝶纹身 女人一看到 赶来的警察 立马惊惚 未定地哭了起来 她叫小娟 她很肯定地对警方称 贴在自己家门上的 那块人皮 是她的合租室友 玛丽红的 面对警方的疑惑 小娟立马露出了 自己肩上的纹身 她称这个纹身是前一阵子 她跟玛丽红一起去纹的 她不可能会认错的 据了解 小娟跟玛丽红 都是一起来城里打工的 玛丽红有时候 也会几天不回家 但像这次这样的 还是第一次 不回家就算了 甚至连电话都没有一个 警方立马想起了 早上在河道里 发现的那具 被剥了皮的女尸 随后让小娟辨认了 那具无皮女尸 经小娟辨认 河道里发现的 那具血肉模糊的尸体 正是消失了 好几天的玛丽红 她究竟遭遇了什么 竟被人如此残忍地杀害了 性质如此恶劣地杀人案 瞬间在全市引起恐慌 也引起了警方的高度注视 同时也让新闻记者苏苏 倍感震惊 前一阵子 苏苏一直在做一档纪录片 是关于城市边缘人物的故事 当时她采访过好几个女孩 这其中就有这个玛丽红 而玛丽红也并不是 第一个消失的女人 在玛丽红之前 已经有好几个女人 接连失踪了 至于他们去了哪里 根本没人知道 甚至是死是活都不清楚 现在玛丽红又被人残忍杀害抛尸 凶手这是要干什么 为了尽快查清楚案情 苏苏开始对玛丽红的遇害案 进行了仔细地勘察 可还没过两天 苏苏就收到了一个匿名包裹 打开后竟然发现 是一只全身嗜血的小猫 苏苏知道 自己这是被凶手盯上了 凶手这是在警告自己 可无论她怎么查 都查不到这个杀人凶手的任何信息 苏苏无奈 为了尽快调查清楚案子 她只能找到了好友陈默帮忙 陈默是苏苏在本市唯一的朋友 她开了一家餐厅 只要是苏苏的事 她都会尽全力去做 没过多久 陈默果然找到了一些线索 她在搜索相关案件时 找到了一个国外的类似案件 一个女杀手的杀人手段 令人文风丧胆 她最喜欢的 就是在人活着时 将他们身上带有纹身的皮 声波下来 因为她是一个邪教成员 她相信 用人皮可以和魔鬼做灵魂交换 最终达成任何愿望 所以陈默怀疑 凶手杀人剥皮 也是因为想要达成内心的某种愿望 两人讨论完案情 苏苏就顺便在陈默店里吃了饭 两人在讨论如何给鱼剥皮时 陈默称自己用的锄刀 都是专门定制的 听到这儿 苏苏似乎是突然想起了什么 从玛丽红身体上的痕迹来看 凶手用的刀 似乎也是非常锋利的 那凶手剥皮的这把刀 可能会定制一把剥皮刀 想到这儿 陈默带苏苏来到了 本世一家有名的武术会所 会所的负责人阿强 喜欢收集各式各样的刀具 两人对阿强仔细询问了一番 阿强还拿出了一把 非常精美的刺身刀 陈默对这把刀赞不绝口 甚至还提出想要购买这把刀 可阿强却称 这把刀已经被一个纹身师给定了 不知为何 苏苏总有种预感 这个买刀的纹身师 可能没有那么简单 陈默也有同感 于是两人决定先对这个买刀的纹身师 调查一番 可两人的行动终究还是慢了一步 命案再次发生 一辆轿车停在小区路中间 保安上前查看 却发现车窗都没有关 车里趴着的还全都是苍蝇 他仔细一看 竟在前挡风玻璃上 看到了一块奇怪的东西 凑近看才认出 这是一块三角形的皮肤组织 经警方鉴定 这块皮肤正是从人身剥下来的 警方调查后发现 这辆车的车主名叫胡建忠 可当警方查到胡建忠家中的时候 却得知胡建忠已经无故消失了好几天了 现在也是下落不明 正当警方全力寻找胡建忠下落的时候 另一边的苏苏跟陈墨 也终于找到了那个预定纹身刀的男人 他的名字叫白玉海 为了调查这个白玉海 究竟与本案有没有关系 两人准备试探一下白玉海 可没想到这一试探 苏苏差点小命不保 没事可别瞎纹身 这个漂亮的女孩 刚走进一家纹身店 男老板一看女孩是一个人前来 直接不躲痕迹地将店门反锁 还将女孩带到了礼物 女孩名叫苏苏 是一名记者 因为怀疑这个纹身师 与一起凶杀案有关 于是就想来试试深浅 两人刚到屋里 白玉海就打开了香薰机 瞬间一股浓郁的香味 就侵占了苏苏的大脑 苏苏感觉有点不太对 准备起身离开 可不料还没站起来 就感觉眼前一黑 直接晕了过去 看着苏苏不省人事 一旁的白玉海 眼神瞬间迷离了起来 正当他准备更进一步的时候 苏苏的朋友陈墨 在外面等着着急了 狂拍纹身垫的大门 害怕事情闹大 引来别人关注 白玉海只能压着身体上的火 去开门 陈墨没有多说什么 直接冲进了礼物 看到床上不省人事的苏苏 陈墨似乎是明白了什么 但他一句话都没有说 而是直接将苏苏带离了这里 这个白玉海肯定有问题 第二天一早 刚睡醒的苏苏 就接到了陈墨的电话 陈墨很严肃地称 这个白玉海 应该就是他们要找的人 他回家后 仔细查了这个白玉海的信息 可却找不到他的任何资料 看来这个白玉海 是有意在隐藏自己的身份 另一边 警方也发现了一些重要线索 通过对死者 玛丽红的尸体检查后发现 玛丽红尸体里 有接受过皮下镇定剂 和肾上腺素的痕迹 肾上腺素 是严禁在市面上出售的药物 凶手究竟想要做什么 警方立刻派人集中调查医院 和地下药品黑市 肾上腺素的去向 很快 警方就查到了白玉海身上 也将白玉海 列为了重点调查对象 但可惜的是 此时的白玉海已经消失了 任凭警方将本事翻了个底朝天 也没有找到白玉海的任何踪迹 但苏苏的同事 却调查到了 这个白玉海其他的线索 白玉海在1990年 也就是6岁的时候 跟家里人走散了 当时的白玉海 被好行人送到了福利院 后来就一直在福利院长大 看来想要找到白玉海 就得先找到他的原生家庭 为了搞清楚白玉海的身世 苏苏跟陈默在本市 进行了走访调查 还着重调查了 90年丢过孩子的家庭 可两人一连调查了好几天 都没有任何收获 可两人不知道的是 正当两人一门心思 调查案情的时候 有一个男人 一直在背后 偷偷地跟着两人 这边情况还没调查清楚 那边又再次发生了命案 一个女人半夜来到了吉白市 可却在麻将桌的正中间 发现了一块三角形的人皮 吓得他立马报了警 经警方调查 这块皮肤是属于 一个叫宋海峰的人的 目前宋海峰 已经失踪好几天了 现场除了那张宋海峰的人皮 任何有价值的线索 都没有发现 短短一个月 接连发生三起命案 警方众人头疼不已 看来不尽快将凶手抓到 凶手说不定 还会再次犯案 除此之外 警方还调查到一条关键线索 目前失踪的胡建忠 宋海峰都有一个共同点 在20年前 两人都曾因强奸罪 被公安机关处理过 除了两人之外 当年的强奸案 还有另外一个人 叫周成江 难不成几人的失踪 跟几十年前的 那几强奸案有关系吗 所以按照目前警方 掌握的线索来看 这个名叫周成江的 极有可能就是 凶手的下一个目标 而另一边 经过苏苏连续几天的走访调查 总算调查到了一些线索 一个叫林全盛的大爷称 他的儿子林小军 在90年走丢了 他这些年 也一直在找儿子的下落 因为林小军身上 有块明显的胎记 按理说是非常好找的 可这几十年来 却一直没有任何下落 苏苏怀疑 警方目前在找的白玉海 极有可能就是失踪的林小军 因为林小军跟白玉海的 所有信息都基本重合 他可能跟警方目前正在调查的 剥皮杀人案有关 当林全盛听到苏苏这么说之后 情绪瞬间就变得激动起来 他称自己的儿子 打小就十分的乖巧精化 不可能会去杀人的 之后不管苏苏说什么 林全盛都再也听不进去了 直接将苏苏给赶了出去 与此同时 苏苏的同事再次查到了 一条至关重要的线索 在1990年的中秋节 林全盛的妻子张欣 遭到了强奸 而那几案件的施暴者 分别就是目前失踪了的 胡建忠 宋海峰 还有周成江 当时这事闹得挺大的 三人都被判了刑 这事发生后 张欣因为承受不了 街坊邻居的闲言碎语 就死杀了 紧接着 他跟林全盛的儿子林小军 也离奇失踪了 听到这 众人都十分的震惊 从几十年前的强奸案 再到现在失踪的这几个人 很难不让众人 将此事跟林小军联想到一起 看来这个纹身师白玉海 有极大的可能就是林小军 而他目前所做的一切 都是在为当年自杀的母亲报仇 没过几天 发生的一件事 彻底验证了几人的猜想 周成江的公司突发火灾 周成江坐上自己的奥迪车后 就离奇失踪了 警方翻遍了整个城市 也没有找到周成江的任何消息 而等周成江再次醒来之后 却发现自己赤身裸体的 躺在一个废弃的房间内 而将他掳走的不是别人 正是警方一直在找的白玉海 此时林全盛也接到了一个陌生男人的电话 对方向林全盛说出了一个地址之后 就迅速挂断了电话 林全盛心中奄奄有些不安 立马准备打车前往对方口中的那个地点 而这边的苏苏 竟接到了白玉海的电话 白玉海说了一堆不着边界的话 他称自己就在郊外废弃的武经工厂 还称这一切都不是自己干的 而是陈默指使他干的 说完就挂断了电话 苏苏听完立马给陈默打了电话 和对方提示一直是关机状态 苏苏到处找不到陈默的踪迹 心里着急万分 迅速联系了警方 而此时林全盛也已经赶到了这里 可他一进门 见到这不是别人 竟然是陈默 陈默看到了林全盛 一句话都没有多说 直接将林全盛领到了屋里 林全盛看到了挂在房顶上的三个笼子 笼子里分别灌着胡建忠 宋海峰和周正江 此时一直沉默的陈默也终于开口 他称林小军早在90年就死了 现在活着的只有母亲张欣的灵魂 原来陈默就是当年失踪的林小军 白玉海只是他用来迷惑警方的工具人而已 本来没想杀玛丽红的 他只是想要玛丽红身上的那个纹身图案 可玛丽红却偷偷摸摸地打了报警电话 没办法 他只能杀了玛丽红灭口 而他这几十年来 也一直在寻找这三个人的踪迹 林全盛听到这儿 算是彻底明白了陈默所做的一切 都是在为他死去的母亲报仇 林全盛看着眼前有些疯狂的沉默 他哭口婆心地劝沉默 就算是把他们三个杀了 他的母亲也活不过来 而且警方一直在找他 难道这就是他想要的结果吗 可陈默却根本顾不了那么多 他的母亲是因为这三个人才死的 他一定要让他们付出代价 得知这一切的林全盛十分的震惊 他没想到自己二十年来 一直在找到孩子 竟然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渊源相报何时了 三人已经坐了十几年牢了 也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就算是杀了他们 也再也回不到从前了 可无论林全盛怎么说 陈默都听不进去一个字 在陈默眼中 不论是二十年前还是现在 父亲都十分的懦弱无能 他根本不配做母亲的丈夫 说着陈默就拿起匕首 想要割断绳子 你今天要是动手 我就从这儿跳下去 两人正说着 白玉海劫持着苏苏来到了陈默的眼前 陈默看到这一幕瞬间紧张不已 再怎么说 苏苏是他这些年唯一的朋友 可此时的白玉海已经丧失了理智 他对陈默称 要想让他放了苏苏也行 但要用陈默胳膊上的纹身做交换 这白玉海真是爱人皮 爱到了骨子里 看着近乎癫狂的白玉海 为了苏苏的安全 陈默只能妥协 看着陈默割皮的动作 白玉海无比激动 趁着这个时候 苏苏趁机推开白玉海 跑向了陈默 林全盛见此立马跑上前去 却被白玉海一脚踹翻在地 以防着陈默看着父亲林全盛痛苦的样子 心中的怒气也达到了顶点 他冲向白玉海 同时也将手中的匕首刺向了白玉海 白玉海知道自己活不了了 趁机抱着陈默一起跳下了楼 此时苏苏及时抓住了陈默的手 可陈默自知坚持不了多久 而就算是自己活了下来 下半辈子也将会在监狱里度过 于是他嘱咐苏苏 照顾好自己的父亲 下面就松开苏苏的手 重重摔落在地 苏苏看着地上的陈默 心中悲痛万分 此时警方也及时赶到 将关在笼子里的三人及时救下 案子终于真相打白 苏苏的生活也回到了正轨 可陈默却再也回不来了 他可能无法理解陈默心中的恨 但林全盛说得很对 冤冤相报何时了 不要因为曾经的过错 而让自己一直生活在仇恨中 陈默如果能放下心中的恨 想必也不会落得如此结局 这个男人可真是变态 他看着眼前的美女 顿时邪念四起 兴奋的第三条腿都站了起来 怎料他亲了一口女人的指甲后 夏苗苏苏直接躺在了地上 警方接了报案 市里的整容医院发生了命案 刑警夏木迅速带人准备赶往现场 路上警员先向夏木汇报了基本情况 死者名叫梁毅 今年42岁 是这家整形医院的老板 同时他也是市里顶尖的整形专家 发现他尸体的这个地方正是梁毅自己的楼盘 一共有五层 一到四楼是他开的整容医院 五楼则是他自己住的地方 而发现他尸体的地方正是五楼的客厅 随后警方一行人 很快就来到了第一案发现场 梁毅两个胳膊环抱着肚子 穿梭侧躺在地上 似乎生前非常的痛苦 尸体周围没有发现搏斗的痕迹 他的尸体表面也没有明显的外伤 初步排除是戾气杀人 而且警方也对这栋楼进行了勘查 整栋楼就只有一步电梯作为出入口 电梯里也没有监控 要想查到凶手 简直是难如登天 最后下幕对报警人进行了询问 报警的是死者梁毅的私人秘书小丽 小丽似乎被吓得不轻 略带哭腔的对警方称 因为今天是周一 早上梁毅有两台手术 手术的术前准备非常复杂 所以他八点多就来了 而往常这个时候 梁毅也很早就会下楼做准备 可他跟顾客等了将近一个小时 还没看到梁毅的影子 于是他就去五楼找梁毅 可没想到一进去 却看到了梁毅的尸体 于是就急忙报了警 下幕询问小丽 最后一次见梁毅是什么时候 小丽称上周五下班之后 他就再也没有见过梁毅了 上周五 也就是25号的晚上 除此之外 小丽还提供了一个重要线索 踏城医院内部的电梯 只能到四楼 五楼因为是梁毅的私人空间 上五楼的话 必须要经过梁毅的同意才可以 那这么说 凶手极有可能是跟梁毅相熟的人 这边法医也对梁毅的尸体 进行了勘查 在梁毅的指甲中 发现了子干的残留 这符合氢化物中毒的特征 但到底是从哪里中的毒 还需要回到警局做检验 而且从梁毅身上的师班推测 他的死亡时间 应该在32个小时左右 也就是周六晚上的9点到12点之间 随后警员在楼里转了一圈 并没有发现任何摄像头 询问工作人员后才得知 他们医院为了保护客户的隐私 所以并没有安装摄像头 这就有些难办了 画像师小川在屋里大概勘查了一圈 赶快就发现这房子的构造 也却不太对劲 他跟四楼的户型做了对比 发现五楼很明显被改造过 他推断 除了警方能看到的空间外 应该还有一个隐藏的空间 小川说着 就走到了一处拐角处 他发现拐角处就有空气在流动 小川推断 隐藏的空间应该就在他面前 这座墙的后面 随后他又在对面的墙上 发现了一幅名画 仔细看后却发现 画像上女孩的珍珠耳环 有些不对劲 耳环上有被磨损过的痕迹 他试探性的将手指放了上去 夏淼身后的大门就缓缓打开了 映入眼帘的是一个暗宫色的超大空间 这画面让众人一时都没反应过来 片刻后 众人进到屋里进行勘查 夏淼在客厅中间的沙发下面 发现了一本兵力 而小川则在墙边的一个柜子里 发现了很多带着编号的光盘 立马命人带回去进行勘查 结果竟发现 这些光盘全都是良意 跟不同女人的修修饰品 画面令人血脉喷张 尺度大的都快把警方给看吐了 而且通过对这些女人的面部表情观察后发现 视频中的女人大多数都是没有意识的 应该是被迷奸的 而视频里所有的女人 基本都是整过容的 良意是开整容医院的 而她侵犯的女人应该都是她的客人 这哪是开整容医院啊 简直是公开选妃啊 选中了直接迷晕 拉进屋子里录制小视频 不得不说 这个良意简直太变态了 而且警员对比光盘上的编号后发现 从32号到36号的光盘不见了 这五张光盘会是凶手拿走的吗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那凶手应该就在这五张光盘之中 有了大概的方向 警员开始对整容医院的客户着手进行调查 因为整容医院内部没有监控 警方只能在医院附近进行调查 很快就在医院对面的一个商铺门外 找到了一个监控 仔细查看监控后发现 在周六晚上9点左右 一个女人风尘仆仆地来到了医院 直到快12点的时候 女人才着急忙慌地从医院跑出来 而良意遇害的时间正是9点到12点之间 她出现的时间 与良意遇害的时间基本一致 难不成这个女人就是杀害良意的真凶吗 可监控中女人戴着帽子跟口罩 根本看不清脸部 这可难不到画像师小川 在她的世界里 只要有眼睛有面部轮廓 她就一定能将脸画出来 为了尽快破案 小川不眠不休地看着监控视频 描绘女人的画像 为了更准确地画出女人的脸 她甚至还找了个女警做模特 这边法医室内 法医对良意的尸体进行了详细的尸检 良意的血液及胃内容中 都检测出了氢化物的成分 而且氢化物成分的浓度很高 推测应该是直接吞下氢化物的 当时勘察现场时 警方在屋里的沙发上 发现了一个红酒杯 经检测却发现 红酒杯里并没有氢化物的残留 那凶手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 让良意服下氢化物的呢 这让警方百自不得其解 而且警方当时在现场勘察时 在室内提取到了43枚指纹 经检测 这些指纹分别属于不同的六个人 其中一个属于死者良意 剩下的其他五个人 警方目前正在努力排查中 这五个人中 肯定有一个人 是拿走光盘 以及杀害良意的真凶 警方现在的首要任务 是对这五个人进行细致的排查 夏目突然想起 在良意的私密空间里 发现的那本病例 想要找到丢失的那五张光盘 首先要对病例 跟光盘上的女人进行对照 病例还在 但光盘却丢了的 应该就是嫌疑人 为了尽快找出凶手 夏目找来了良意的秘书小丽 让着将不雅视频截图的照片 跟病例上客人整容之前的照片 进行匹配 可当小丽看到病例上的 一个叫艾文的女孩时 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 小丽称这个艾文 曾跟良意起过冲突 做整容手术嘛 也总会有失手的时候 艾文因为雨田中午 起排斥反应 因此毁了容 他不止一次地来医院闹事 还扬言称要砍了良意 这么来看的话 这个艾文极有可能是 杀害良意的真凶 夏目根据资料上艾文的地址 很快就找到了艾文的住所 结果竟然发现 艾文居然住在精神病院 夏目看着眼前的女人 心里有些许的酸楚 原来他因为当时整容失败 连也毁了容 导致精神上受到了极大的刺激 每天都在家鬼哭狼嚎的 嚷嚷着要去杀了良意 艾文的母亲没有办法 只能将她送到了精神病院 这么来看的话 艾文一直住在精神病院 是不可能出去作案的 因此艾文被排除了作案嫌疑 案件陷入僵局 而就在这个时候 警局内的小川 也将监控中那个女孩的脸 完美地画了出来 女警看到画像的第一眼 就被震惊 女人的脸已经完全被毁容了 这张脸虽然也是被毁容了 可却跟艾文的脸完全不一样 这应该是另一个女人 此时 小李也将丢失那五张光盘的主人 比对了出来 警方立马对着五个人 一一进行了传讯 这几个女人一听到良意 录像这两个词 立马脸色大变 看来良意迷奸他们的事 他们也都知道 但通过对几人的一番询问 发现这几人案发时 都没有作案的时间 基本都能排除作案嫌疑 难不成是警方的判断有误 但奇怪的是 这五名女性当中 唯独一个叫李若萱的女人 提出了要求 她不敢在白天来警局 称到了晚上才会出门 众人只能等她等到了晚上 夜色匆匆 李若萱一袭红衣来到了警局 当时将口罩摘掉的那一刻 警员都震惊了 一是震惊她的脸 已经可以说到了毁容的地步 而是这个李若萱的脸 竟然跟小川画出来的嫌疑人的画像 一模一样 此时众人也不得不佩服小川的画工 在警方的询问下 李若萱承认 她确实是去找过梁毅 因为她这张脸是梁毅亲手回的 她刚开始找到梁毅 为自己整形 两人当时还挺聊得来的 后来梁毅 就将她带到了医院的楼顶 称要跟她沟通一下 手术方面的问题 出于情面 她陪梁毅喝了杯红酒 可没想到这一杯酒下肚 也成了她噩梦的开始 梁毅不仅侵犯了她 还将过程全部录了下来 事后梁毅不停地跟她道歉 还称作为补偿 会免费帮她做手术 无论什么项目 当时她一听 也有些动心 于是也没有追究视频的事 可让她没想到的是 梁毅这个卑鄙小人 竟然给她用了 没有备案的填充物 而她这张脸 也算是彻底地毁了 后来的那段时间 她不停地对脸进行修复 可越修复 脸上的疤痕也就越深 直到后来根本都修复不了了 导致腐烂变形 她实在是忍无可忍 于是她就去找了梁毅 原本是想让梁毅出钱 为她做修复手术的 可梁毅不但没有答应她 反而还不停地羞辱她 称她的这张脸已经没救了 当时的李若萱 气到了极点 生死历劫地称 一定要让梁毅付出代价 可让她没想到的是 梁毅给她看了 自己被迷奸的视频 当时她就崩溃了 她确实想杀了梁毅 可根本下不去手 而且最近一个月 她都没有再跟梁毅见过面 那园区的监控 又该怎么解释呢 监控显示 周六的晚上 她明明在梁毅遇害的时间段 去了整容医院啊 听了警方的话 李若萱也感到不可思议 她极力否认 周六自己不可能去整容医院 那晚她心情不好 跟朋友一起喝了点酒 回家路上 被警察逮了个正着 那天晚上 她是在派出所过的 怎么可能会去杀人呢 随后警员 也根据李若萱的口供 找到了当地的派出所 经核查 李若萱当天晚上 确实因为酒驾 被扣了一碗 她的口供没有问题 这就有些奇怪了 那监控中的女人 又是谁呢 夏木推测 这监控肯定是伪造的 应该是有人 调换了医院外的监控视频 随后夏木 立即找到了 园区监控室的负责人 可询问过负责人却得知 当晚在监控室 值班的保安叫刘小平 但刘小平前两天 就已经辞职回家了 夏木迅速带人 赶到了刘小平的家中 敲了半天门 都没有人回应 夏木一时着急 直接一脚踹门而入 结果却发现 一个男人躺在地上 已经没了呼吸 经法医检验 这个死掉的男人 正是他们要找的刘小平 而且刘小平的死因 跟梁毅的一样 都是氢化物中毒 夏木断定 杀害梁毅跟刘小平的凶手 应该是同一个人 小川分析 凶手先杀了梁毅 后又串通刘小平 修改监控 最后再灭了刘小平的口 这个凶手不仅心狠 而且不是一般的聪明 此时法医在 刘小平喝的酒里 检测出了一块沉淀物 是林本二甲酸脂 简单来说 就是一种增速剂 通常会用于 洗发水指甲油 听了这话 小川突然想到了什么 他立马回去 翻看了前两天 被传唤的 那五名女性的画面 仔细地将视频 看过一遍之后 小川果然发现了 一个问题 这几个女人当中 就只有一个名叫 美娜的女人 涂了指甲油 按照常理来说 指甲油都是同一时间涂的 时间一长 光泽度就会降低 可小川仔细查看后 却发现 美娜小拇指上 指甲油的颜色 竟然要比其他指甲上的颜色 亮一个度 造型也很新 这说明美娜小拇指上的指甲 应该是最近刚涂的 回想起刘小平的酒杯里 发现的森素剂 现在看来 这个叫美娜的女人 有很大的作案嫌疑 得到这个线索之后 夏末跟小川 很快就来到了 美娜工作的地方 这个温柔漂亮的女人 怎么也无法将她 跟杀人凶手联系上 夏末看了看美娜的手 发现她的指甲 已经泄掉了 便没有多说什么 夏末询问美娜 上次在警局 询问她的时候 她正在良意遇害那天 她一直在家 有什么证据 能证明她一直在家呢 美娜一听这个 立马称 她家中有监控 可以证明 她当天一直在家 随后美娜很快 就将当天的监控 传给了夏末 技术部的警员 迅速的这段视频 进行了检测 这是一段总称为24小时的监控 中间并没有 剪辑拼接的痕迹 从监控中可以看出 美娜确实当天一直在家 并没有外出过 小川此时突然想起了 整形医院外 被替换的监控 她命警员将案发当天 美娜家附近室内的监控 发给她 很快视频就发了过来 小川仔细对比了 几处监控之后 果然发现了 不对劲的地方 同一时间段内 美娜家的监控画面 要比其他场所的光线 更加的明亮 由此可以证明 美娜家的这段监控视频 应该也是被替换过的 这个美娜很可疑 最后夏木带着警员 拿着搜查令 准备搜查美娜的家 美娜看着警方 脸上也没有多余的表情 她看着警方在屋里搜查 一句话也不说 让人猜不透她的心思 直到她看见夏木 逼近了化妆台 她这才紧张起来 夏木对美娜的化妆台 进行了仔细的勘察 最后在化妆台的一个角落里 发现了一片残破的美甲片 她忽然想起了在刘晓平酒杯里 发现了那块增速剂 随后就将美娜带回了警局 面对夏木的询问 美娜始终很淡定 直到警方将刘晓平的照片 拿了出来 美娜的神情瞬间变得紧张起来 她洋装镇定地 扫过了刘晓平的照片 所以硬着称 自己根本就不认识刘晓平 就在这个时候 美甲片的化验结果出来了 在她家中搜到的美甲片 与在刘晓平酒杯里 发现的美甲片完全一致 看着那份化验报告 美娜无从抵赖 只能交代 梁义跟刘晓平 都是她杀害的 她也老老实实交代了 事情的来龙去脉 原来从事建筑设计行业的她 因为性别一直饱受极视 甲方爸爸第一眼看到的 永远都是男性设计师 而她 一个长相普通的女人 一直被淹没在茫茫人海里 她要跟无数个男人 抢一个机会 如果她没有在第一眼就被看到 机会就会被别人抢走 在那两年 她饱受歧视跟冷眼 从那时候开始 美娜就发誓 一定要做最突出 最耀眼的存在 于是她就找到了 整容行业的第一人 梁义 那也是她噩梦的开始 当时的她对梁义十分信任 一个月的恢复期过了之后 她果然变得耀眼美丽 而且整容后的她 事业一路高阁 为了感谢梁义 她亲自为梁义设计了那间密室 可让她没想到的是 梁义竟在那间密室里 迷奸了她 醒来后的她痛苦不已 她也想过报警 可梁义称 只要她敢报警 就会将迷奸她的视频放出去 如果真的是那样的话 她的事业不就毁了吗 没办法 她就只能一直忍受着梁义的玩弄 时间长了 也就习惯了 甚至还会给梁义介绍新的猎物 直到后来 她接到了一个外地的项目 需要去外地长期工作 可梁义得知这个消息后 却威胁她 称如果她敢离开的话 或将她的那些视频 全都放到网上 到时候 她辛辛苦苦这几年 打出的名号 做出的业绩 都会因为这桃色新闻 功亏一归 就在那个瞬间 她突然受够了 被梁义威胁的生活 她下定了决心 想要结束这一段 不正常的男女关系 也想要彻底摆脱这个恶魔 于是她想出了一个 万无一失的办法 她干了梁义这么久 也知道梁义对她的手非常迷恋 可以说是个十足的练手癖 于是她在最后一次 去找梁义的时候 提前将氢化物 藏在了自己的美甲片上 梁义看着她 很快沉浸在了温柔箱里 就这样梁义毫无防备地中了毒 当时她看着梁义 痛苦倒地的样子 心里又激动又害怕 她终于要逃离这个恶魔了 事后害怕警察 会查到她的头上 于是她买通了 园区的保安刘小平 扔着帮自己换掉了 梁义遇害那天的录像 原本以为这一切结束了 可后来警察发现了 梁义的尸体 当天刘小平就打电话 威胁她 称只要自己给她二十万 她就会守口如瓶 不然就向警察告发她 此时的美娜好不容易摆脱了梁义 又怎么会被刘小平牵着鼻子走 所以她决定 要彻底地解决问题 要让刘小平再也说不出话 于是她主动找上了刘小平 假意将钱给了刘小平 后又趁她不注意的时候 将氢化物下在了酒里 警方听完美娜的口供 心里是既难过又惋惜 原本的美娜 可能确实是长得不够好看 但要相信 只要足够努力足够优秀 就可以用自己的才华征服世界 完美的外貌只是成功的一部分 成功更需要的是 一个强大而有自信的内心 威娜本想走上通往成功的捷径 不料最终走上了一条 通往毁灭的下坡路 真是意识足 成千古恨啊